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保持西地亚问题的正式解决的势头 并且争取跟各方一道 推动这个正式解决的进程 能够纳入到不肯定的队长 面对国际恐怖事业的严重的围起 国际社会再次一起 正式解决的叙利亚问题刻不模仿 那么我们充分的肯定 前两次的越南外长会取得成果 但是叙利亚问题的正式解决的进程 不进则退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做出努力 解决目前存在的系列问题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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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